把這個格式改成我要的這個格式 有沒有 民國年加點加兩位數 後面加一個週期 那這個格式記得 制定後面這個格式把它複製一下 其實呢 你做完之後 這個格式呢 未來如果說你希望直接套用在 這一個儲存格裡面的話 那你可以利用那個Sales物件 裡面的一個叫 一個屬性 叫Lamber Format Local的一個屬性 然後等於什麼呢 你就把這個後面的這個 這個產生的文字有沒有 把它放在裡面 它就會自動幫你針對這個儲存格 去做格式化 另外 剛有提過 如果你在Excel裡面函數的話 如果你要把這個儲存格 真的改變成你要的格式 這個也可以套用另外叫Test函數 我剛有提過 那Test函數呢 跟這個什麼關係呢 你目前看到的這個 儲存格式它只有叫格式 表面上改 但裡面沒有真的改 可是如果你要真的改成 你要的這個格式的話 你可以配合Test函數 這Test函數是真的幫你改 那什麼地方會用到 其實還蠻多地方會用到的 OK 如果有些同學不知道的話 那你可能某些的 字串就沒辦法產生了 這個我想後面如果有機會用到的話 我們再來提好了 OK 那首先一把這個先做出來 二把它複製一下 再來按確定之後的話 如果我要變更它的話 我先把它清掉 撰寫程式裡面的話 基本上就是 這一行是輸出 再請你在下面補一行 那補哪一行呢 建議是先把Sales打上去 點什麼呢 N開頭 N有沒有 往下找 有沒有叫一個Lamber Format Local 這一個 這個屬性的話 主要是什麼 等於 雙引號就可以了 然後把剛剛的那一串貼上 我們剛剛的這一串有沒有 就是我制定完之後的結果 把它貼到這裡 另外呢記得 刮鬍一定要補上 這個刮鬍最後再補 你想說為什麼要刮鬍最後補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如果你補了刮鬍之後 點下去 它不會跳出Lamber Format Local 如果你要自己打也可以啦 不過你這邊要把那個Lamber Format Local打出來 可能有點困難 所以我的習慣是 先怎麼樣 先讓它先打一個Sales 點下去有沒有 就會有提示 等到呢 大家幫你產生這個Lamber Format Local之後的話 你再記得 不過特別重要 不要忘記要把刮鬍補上 因為有些同學 忘了補刮鬍的意思 如果你忘了補刮鬍 它就不是針對某一個儲存格 如果你寫這樣的話 就是針對所有的儲存格 Sales有沒有 就儲存就是這個工作人員 所有的儲存格呢 都變成那個格式 所以就不對了 所以我們把它改成我們要的 好 好 改完之後的話呢 那再來我們把它輸出給各位看 這個地方執行 那其實差別就是 設中算點一下 它就是怎麼樣 幫你 這邊 監看室出來了 然後有沒有 我剛剛監看室沒刪掉 所以它會停住了 所以讓它執行 你會發現它這個地方 這個中算點 我停在這裡 它會輸出一個 2017月1號 下一行是什麼呢 我輸出之後馬上變更 有沒有發現 下一行 這一行主要的目的是 它輸出一個 日期格式之後 可是那個日期 日期不是我要的格式 那我可以怎麼樣呢 手動先做一個之後 把那個的格式先記下來 放在這個後面就可以了 那記得就是一個 LUMBER FORMET的屬性的改變就可以 那這樣的話 其他也都一樣 所以中斷點拿掉 讓它全部執行 全部跑完了 可是如果你有兩個中斷點 或三個中斷點要什麼用 一樣啊 就是你看你喜歡點哪裡 就點哪裡 對不對 這樣不就一直可以點 那我也不能亂點啦 點太多個 它一直停一直停 就跟那個 坐火車一樣 你讓慢車一直停 而且停不對的地方也是頭痛 所以加二不對的地方 你就把它移掉就好了 因為我剛剛主要是改了這個 所以我在這邊點 不是 這邊點一下 或者它上面下面就可以了 有沒有 OK 所以 如果你要多幾個也可以啦 這邊再加一個也可以啦 不過 有的時候沒有必要不要加一堆啦 不然加 對 你為什麼 是你要 不是我 不知道這個怎麼用 OK OK 就是可以加 移除的話記得再點它一下 那如果你有點兩個 那你考的時候 跑到第一個中段點 那下面就F8了嗎 對對對 那F8之後 到第二個中段點 也是一直F8嗎 沒有啊 它停在這裡對不對 你如果按F8 它就沒作用了 它就是 除非說你按執行 再執行的話 它就會再停住 如果你按F8 其實跟中段點可能就沒有辦法帶 因為F8是主行的嘛 跟中段不也一樣 中段只是說 暫時先停在那裡 F8是再往下看 那如果說你有兩個的話 你可能就是 讓它再繼續啦 反正就讓它一直跑就對了 OK 所以這個的使用啦 我想 你使用久了 慢慢就會知道說 它的一個 使用的一個感覺啦 這個算是寫作的一種 算是那種FU吧 你那個寫作的有那個FU之後 你感覺好像怎麼寫都對 而且會覺得越來越喜歡它 因為它真的可以隨時 一下子全部幫你完成所有的動作 那我們現在只有一季而已 如果你要12個月怎麼做 OK 所以我們最後做完之後 其實就看到了結果啦 反正大概到這裡 然後把它全部 這中段點拿掉 不然一直跳這個 記得你不要一直中段點 就不然每次一按下去 奇怪就停住了 然後 不過剛剛有同學問了一個問題 就是說 我如果 不希望說 因為我寫完之後 我要交貨了 比如說我要交給誰呢 交給客戶之前 通常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看到 那個有些書 裡面都會寫一行叫什麼 叫做on air 那個 這個 resume next 就寫這個 ok 這個是什麼意思 特別之外 剛剛同學問我順便講一下 通常呢 如果你把程式在這邊寫 寫這個去述的話 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程式發生錯誤的話 它也不會幫你停下來 也就是即便程式有錯 它也不會讓使用者知道 意思就是說 加了這一行之後 你這個程式基本上 就 處於一種 無敵的狀態了 就是 錯了也不會發生 這有點像什麼 你那個身體 比如你身體出了問題很痛對不對 但你也不知道哪裡痛 你就吃了止痛藥 它就不痛了 這個感覺我覺得有點像止痛藥 但是你不能一直靠止痛藥 ok 所以 很多那個 我看很多專案 很多公司很喜歡用這一行 因為加了這一行之後 程式再也不出現錯誤 但是問題呢 資料就會產生錯誤了 可能應該寫什麼資料到 資料庫的某個地方 結果它卻就不寫了 那不寫一直都空白 空白 會造成很大的災難 可是這個災難不會馬上發生 它會等到什麼時候發生呢 當這個工程師離職之後 換成下一個工程師進來的時候呢 他就災難就開始了 所以呢 下一個工程師就是必須要找出那個問題 可是他又不知道問題怎麼辦呢 他可能在另外一個地方 又再加一個這個 然後還是不會爆 等到呢 他可能覺得快要爆的時候呢 他又離職了 換下一個又進來了 所以這種是在軟體界蠻常見的問題 就是一個惡性循環 所以這個當然 我是建議啦 如果你在初學的時候啊 這個東西可以先不要用 除非說你要交貨的時候 而且你有簽合約嘛 保固一年 對不對 保固一年不能出錯 所以就加這個東西 不過當然也不是好事啦 有時候其實也是說表面的啦 表面上你覺得好像沒有事 但是 那如果比較正確的做法是 當發生錯誤 你要去做錯誤的處置啦 OK 那處置的方式當然就是很完整的 你要那個邏輯要非常清楚 錯在哪裡 你就可以馬上找到問題 OK 又不是圖 不是那種喔 就是 胡倫吞澡 隨便的 OK好 那這個剛剛同學提到的 我們順便講 所以這個地方加了這個之後 就完成我們要的 那這個部分做完之後 請各位可以在雲端白板上面 看一下另外那個在單元4裡面 有一個叫104年的捐款明細這一題 那這個是延伸的練習題 如果 這一題跟前面那一題有什麼不一樣 因為呢 剛好同學 某個同學 他很認真 他回去之後馬上找了一個練習題來練習 一樣是做合併 可是合併的東西呢 是1到12月 要合併到總表 有沒有 1月 2月 3月 這個是每個月份的捐款人的相關資料 OK 那我們會希望有沒有 按下工作表 有沒有整合工作表 他就可以幫我把1到12月份的資料呢 全部通通都複製到總表裡面 但是會有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如果 因為我們剛剛是 資料會有 那個30筆 所以你可以Ctrl Shift向右 向下 但是呢 如果你只有一筆的話 會有一個問題 你可以Ctrl Shift向右 但是不能向下 因為向下的話呢 它會多這樣 所以基本上 我們剛剛的程式裡面不是有 有沒有 Ctrl Shift向右 但是不要向下 所以喔 這邊可能如果你要把104 剛剛這個範例 把它會整到總表裡面 你可能要注意幾件事 就是說呢 第一個就是說 它裡面的那個公 就是資料呢 如果只有一筆的話 那你就只能Ctrl Shift向右 如果你有多筆的話 才是Ctrl Shift向右 向下 那我要怎麼知道說 這裡面到底有幾筆資料 你可能就要做一個預先判斷 所以這個地方我想是跟前面那一題 最大的差異 請各位如果有時間的話 可以想想看 其實基本上喔 你基本上可以拿這個來修改就可以了 其實這個 這兩個好像都可以直接摳過去 但是呢 它一定會出問題 所以接下來就是你要去修改 我們不是重寫 而是拿原來的東西來改 那改的地方基本上就是什麼 在Ctrl Shift向右向下這個上面 再加什麼呢 加一個邏輯判斷 如果它只有一筆 那我就是向右就好了 如果它有一筆以上 那就是再多一個向下 OK 所以這裡的話呢 請各位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 我想問一下 用這種按鈕的時候 但是它跟另外一種按鈕不一樣 對 這種可以控制它不會不見 或者是它不會變 另外一個那個沒有辦法控制 你說用圖嗎 它其實是一個圖耶 像這個它可以來這邊控制 它就不行 但是它會變形嗎 對 它會變 這個也會變啊 對 但是這個 它可以控制 對 這個不能控制 對 所以 是不是我不知道要去那裡設 沒有沒有沒有 這個就不行 所以一般會把它放在那個 標題欄的那個 因為標題欄的地方 它不會改嘛 喔 所以盡量放在上面 對 因為如果它會有一個 就是 那個裂高的調整 它就會被壓扁 或欄寬的調整 對對對 OK 那這個地方我想 各位試一下 那我們先下課休息一下 待會再來看那個 104年的捐款明細 那請各位試試看 也許可以把那個 剛剛的程式 其實直接貼上來改 但它會出問題 那你就直接 那可能就是你要去修改的地方 大概改了 我剛剛講的第一個邏輯 就是 筆數如果是 不超過一筆 就是說呢 一筆的情況下 跟多筆的情況下 你要做一個邏輯判斷